今天的经文字记载在 约翰福音十二章 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 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请听我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就善失性命 那恨恶自己 在这世上的性命的 要保存性命到远生 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这是神的话语 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 也愿神赐福 凡听并遵循他话语的人 我们就请妹师母 为我们分享信息 麦子的生命 大家平安 那个影片等一下下 我们先调一下位置 好不好 我们请那个 特别是少年人 小学生 如果可以跟你的父母亲 一起往前坐 好吗 我们前面还有 一二三排空位 请往前坐 因为我希望他们可以 靠近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等一下他们如果 有回应 想要回答我问题的 非常欢迎 来 请往前坐 今天我们没有大班 所以 如果你们是好朋友 赶快坐在一起 好了吗 好的 好 影片可以放了 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 这是什么呢 他的食物是什么 他把他吃光了 把那个叶子吃光了 他开始有一些改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他到底怎么样 黏在那个树子上 所以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状态叫做什么 蛤 永 英文是什么 不知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开始 又变了 出来的是一只 蝴蝶 从毛虫 从那个caterpillar 变成了蝴蝶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影片 它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麦子的生命 一个种子怎么样成长 当那个种子 它埋在土里之后 它的变化 首先它的种子呢 原本长这样子的 但是它 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 你可以说它是完全的改变 它从这样一粒 变成了一棵植物 OK 所以刚才我在 我们在看这两段影片的时候 我讲最多的两个字是什么 改变 对了 非常好 就是改变 OK 就是当 我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毛毛虫 它变成了蛹 的那个时候 好像就留在那边就不动了 对不对 它没有动来动去 它是在那边都不动的 你也可以说它好像死掉了 对不对 它一动都不动 可是里面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东西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最后呢 它变成蝴蝶 然后把那个壳 撑破了之后 然后它就出来了 就变成蝴蝶 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过程 可能我们会觉得 毛虫就是毛虫 蝴蝶就是蝴蝶 这是两种不同的生物 可是当我们看了这个整个过程之后 我们就知道 其实它不是两种生物 它是改变的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麦子的生命 刚刚讲到的时候 我最常讲的就是改变两个字 麦子的生命 好像我们刚刚看那个种子的成长一样 它从一粒到变成一棵植物 长出来 那也是一种完全的改变 你看不到它原本的那个样子 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一个人 你们看这个图 看这个照片 是一个人他baby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这个照片没有修改过的 然后你们观察到什么呢 没有手 没有脚 那个下面没有照到脚 这个只能看到他没有手 对不对 OK 如果他是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样 各位爸爸妈妈 如果他是你的孩子 你的心情会如何 当他生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他这样子的时候 你看到他这样子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如何 很开心 还是吓死了 还是哭了 然后可能你会继续想说 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如果再有信心一点 你觉得你会怎样为他祷告呢 你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如果各位爷爷奶奶 今天他是你的孙子 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各位小朋友 他是你的弟弟 你会怎样 你有一个这样子的弟弟 你会怎样呢 你会怎么想 然后你会怎么对待他 OK 有没有人可以猜他叫什么名字 哦 好 大家对他很熟啊 OK 这个就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他是Nick 这个字不会读 尼克胡哲 如果是翻译的话 然后他是澳洲人 他今年已经37岁了 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面 OK 当你听到牧师的家庭 生出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这个牧师是不是犯了什么罪 是吗 怎么会这么产生一个这样子 没有手 其实他没有手也没有脚哦 生出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孩子 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他们家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咒诅 在这个家庭里面 可是他的父母亲呢 是 你可以说他们是很 爱主敬钱的一个家庭 他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会让他们 生出了一个这样的孩子 但是他们因着对神的信心 他们继续地用接纳 用爱来对待这个孩子 所以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小孩来看 所以在Nick他上学 去到学校之前呢 基本上他都觉得自己 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没有什么 跟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父母亲也是这样子对待他 可是到了学校 开始上学以后就不一样了 有小朋友就会开始怎样 这些小男生 如果你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人 你们会怎样 很好奇 对吗 然后呢 可能会去摸摸他的手 哎哟 真的没有手吗 真的没有脚吗 然后还会怎样 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小男生 就会开始嘲笑他 对吗 女生可能也会 甚至可能会排挤他 孤立他 让他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的时候会感觉如何 很孤单 对吗 在学校里面 所有的人那么开心地玩着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没有人来跟我做朋友 他感到很孤单 然后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很可怜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手没有脚 结果别人会这样子对待我 所以他也觉得 上帝啊 上帝你真的爱我吗 为什么你让我长成这样 为什么让我伸出来就没有手 又没有脚 所以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还要严重的 因为每一天他只要到学校 他就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曾经想过 就是 你觉得他会结婚吗 有人会愿意跟这样子的人结婚吗 这样很大的勇气 因为跟他结婚的话 不是被他保护 是要去保护他 对吗 OK 所以他也可能没有工作做 因为他没有手没有脚 很多工作都需要 一定要有手有脚 至少要有手嘛 对不对 或者有脚 或者是 你更不用讲了 没有工作就没有前途吗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他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他只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OK 所以 这样子想下去是越想越可怜的 这个心情呢 是非常的沮丧的 所以在他八岁的时候 他想过要自杀 就是把自己淹死在那个浴缸里面 可是当他想到说 因为他的父母亲还是非常的爱他 如果他今天死了 他没有办法想象父母亲会有多难过 就因为这样他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在他中学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就有一天拿了一个杂志上面 有一个报道 有一个也是残障人士 他也是不晓得为什么天生就是长这样 然后他克服了这个困难 然后这个故事呢 就让他去想 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这么悲惨 没有手没有脚 所以他就问自己咯 这样的话他要选择继续 生上帝的气呢 还是说他要选择感谢上帝给他的一切呢 你觉得他做了哪个选择 他开始选择感谢上帝给他的一切 所以他决定要积极乐观地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他努力地开始练习什么呢 自己穿衣服吃饭 这个我们小朋友几岁就会了 对不对 可是呢 他的情况是他到中学开始 开始奋发 他开始学习要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可以做正常人做的事 所以他要练习 他要不断地去练习 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 就是一个没有手的 只有脚的 一个人他怎么样练习呢 从地上跳到那个椅子的高度 可能对我们平常人来讲 我们稍微练一下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们还有手 可以帮助我们平衡 可是一个没有手的人 他只有脚上去 他要怎么样平衡呢 他尝试了很多次 他的教练在旁边 他有好几个教练 在旁边一直地鼓励他 最后他终于跳上去了 如果你看那个过程 你会发现真的真的 这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可能觉得只有 可能卡通才会看到 没有手的人可以跳上去 手真的对我们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东西 他要开始去练习 他甚至要突破身体很多的限制 他还练习打字 OK 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打字 小朋友 看我 来 聪明的人 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样练习打字 他没有手 没有脚 还有一个小脚脚也可以打是吗 你确定他是用那个打 头鼻子 鼻子 还有呢 除了头鼻子之外还有什么呢 头太 那个吧 你的键盘都是小小的 怎么打 鼻子 鼻子怎么打 OK 整天在那边 那可是怎么看得到 舌头 哇 还有什么嘞 身体爬上去 那你要打出字来啊 身体这么大的面积 你觉得他用嘴巴咬着一支笔 这样打会不会比较准 会吗 会啊 OK 所以他开始用他的脑袋去想各样的方式 可以突破身体的限制 他也会游泳耶 各位你们 各位如果你把你的手绑起来 把你的脚绑起来 你可以游吗 好像很难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游泳 还有他还可以骑马 哇 怎么骑 OK 这真的是考验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智慧 他还可以去钓鱼 怎么钓 来 开始想办法 帮他想办法 可以怎么钓鱼 用嘴巴钓 嘴巴万能 他还可以打骨 OK 怎么打 来 打骨的下面脚还要踩对吗 不是只有手吗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打骨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打的 真的是 OK 所以你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他才能够去让自己练这么多 哇 有时候平常人还不一定做得到的事 有一天呢 他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 然后有人就跑来问耶稣说 这个人是因为父母亲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被咒诅 所以他今天变成这样吗 耶稣说不是 耶稣说他 在他的身上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 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他觉得上帝好像就是透过这个经文来对他说话 他心里面就有那种平安跟信心 所以他就开始想 对啊 他的父母一直跟他说 上帝一定有一个计划 虽然你不知道 但是上帝对你的生命一定有一个计划 可能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不到上帝的慈爱跟恩典 但是这不代表就是 他离弃了我们 或者他忘掉了我们 所以15岁那一年呢 他决定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地献给上帝 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就要去死了 OK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去思考 什么叫做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上帝 然后19岁那一年呢 他在学校里面听了一个演讲 听了一个讲员演讲之后 他就突然有一个感动说 他也想要向那个讲员在台上演讲 所以他就开始练习 在他可能毕业以后 终于有机会站上讲台了 所以他现在呢 你无法想象 他现在是到世界各地去演讲的激励讲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只是其中一个海报 其中的一场演讲 这个是在南京 中国的南京 所以他去到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演讲 然后他也出书 这几本书我想 都是非常地激励人的书 他曾经说过 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神迹 那么他其实是想让你成为别人的神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有在这个演讲 每一场演讲都有很多的人 因为他认识了上帝的大能 他从来没有不好意思讲说 他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今天可以这样子 是因为上帝的帮助 他都是很大方的 他就是在台上做见证 上帝怎么帮助了他 上帝是怎么样地爱他 所以其中有一个见证 就是说有一对夫妻 带着一个跟他一样 没有手没有脚的小男孩 去听他的演讲 当他看到的时候 他马上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是上帝要透过 这一次的相遇 让这对夫妻知道说 上帝对这个小男孩 也一样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过后呢 这个母亲就跑来跟他拥抱 然后呢跟他说 他说他觉得这个拥抱 好像是他在拥抱 24年以后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这个母亲她也是基督徒 所以她一直不断地跟上帝求说 可不可以派一个人 派一个人来 让他知道说 上帝没有忘记这个孩子 所以当他看到Nick的时候 真的他觉得这就是 上帝给他一个奇迹 还有一些呢 原本对生命已经失去盼望了 甚至想要自杀的人 因为了他的见证 而取消了念头 而且重新地振作 重新地看待自己的价值 还有看待人生 所以在我们当中 应该没有人像他这么样的 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有手有脚 我觉得这就是打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这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什么呢 有手有脚 身体健康 就是财富 对吗 你没有手没有脚 你就是很可怜 你就要去领那个什么 残障人士的那个证 然后政府要帮助你 补助你 你就是 在人的面前 就是很可怜就对了 可是 Nick 这个活生生的见证 在我们的面前 他打破了这一切 OK 刚才我有说过 他曾经想说 他有没有可能结婚 对不对 他结婚了 OK 然后 然后他说 除非他能够找到一个 爱他 比他爱对方还要多的 一个姐妹 我相信呢 真的是这样 这个 这个他的太太真的是 是非常地有勇气 才能够跟他结婚 所以上帝呢 不只 其实也不只 让他成为别人的神迹 上帝更给了他神迹 还是给了他神迹 他结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神迹就是 他现在有四个孩子 全部都是身体健全的 OK 那你不要问我 他会 他怎么生出来 我都不知道 OK 所以是不是 很奇妙 好像在做梦一样 如果这生在华人的家庭 那个可能 结果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也不是 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重点是上帝 上帝进入了他的生命 然后他把生命 完全地献给上帝 这个奇迹 不是身体被医治 手脚长出来的神迹 这个神迹是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神迹 所以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一二三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段经文是多久以前写的呢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写的 OK 很久以前就已经写了这个 所以今天的经文是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当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准备要走上十架的道路的 OK 而且呢 在这句话之前他说 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上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被钉惨死 叫做得荣耀吗 对世界上的人来说 这个是叫悲惨 这哪里是荣耀 可是 耶稣说 他的死 是一个荣耀 因为他不只死了 他还复活了 当他在走上这条路之前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好好地听我接下来要讲的话 什么话呢 就是一粒麦子如果不死 不落在地里死了 它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了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 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可能以前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也不太明白 到底耶稣想要说什么 他真的要我们去死吗 牺牲生命吗 是这样的吗 好像那些宣教士 去到非洲的部落 食人族那边 然后牺牲生命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可是当我在看到 Nick他的 这些经历的时候呢 这段经文好像就是 那么真实地 呈现在我面前 他就像一个麦子 落在地里 落在地里死了 然后结出非常多的子力来 而他的改变是在 他愿意把生命完全地献上 然后就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献上之后不是说 他也没有死 他现在还活着 对不对 而且活得这么好 而且他的改变也不是 他献上生命之后 他就去读神学院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在罗马书说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个 圣经要我们把自己生命献上 是献活的祭 不是死的祭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要面对死亡 但是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要献上活的祭 还可以用的 活的祭 而且呢 这样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 意思就是 你本来就该做这件事啊 它不是一个选择 它是你应该要做的事 如果你要跟随它 好像那个毛毛虫 它 它要变成蝴蝶 它必须一定要经过那个勇的过程 看起来好像死了 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 好像要赴战场一样 好像要有个必死的决心 可是 不是停在那边 这个勇 过后会变成蝴蝶 然后它可以飞出来 所以一粒麦子如果不死了 它还是一粒 它还是它原来的样子 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如果我们不献上自己给上帝呢 就还是原来的我们 所以可能你可以想一想 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 你觉得你的生命 跟信主之前 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不是 愿意让上帝来带领 然后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呢 摩西当他要带领 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呢 他到了红海面前 他看到了那个海 其实他也不知道 到底上帝要怎么救他 是要把他们全部的人 突然间变到对岸去吗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还是呢 全部的人飞过去呢 到底要怎么样过红海呢 他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他只知道上帝要他 把那个帐 插在那个海里面 所以要插还是不要插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啊 除非他对上帝 有这样的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因为 他知道上帝要把海水分开 不是因为他先知道 是他不知道 但是他做了 所以他把帐 伸进了海水里面 然后叫所有的人都惊讶的 事情就发生了 海水分开了 他们可以走过去 所以今天 其实这段经文 不是新的知识 不是新的东西 它在圣经里面 已经存在很久了 是上帝给每一个 决定要相信他的人的挑战 所以 弟兄姐妹 你是那个愿意相信上帝的人吗 这句话 这段经文 是在对你说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你愿意 你愿意像摩西一样 即使不知道 或者愿意像宁克一样 即使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他对你的计划是什么 那个计划一定有的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个计划是什么 可是 你愿意 相信他 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 完全地献上给他使用 当作活的计 圣经里面 如果你读的话 你会发现 上帝从来不说 模拟两可的话 意思就是 他不说模模糊糊的话 上帝的话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他也没有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随便怎么样都行 只要你信我就好了 他从来没有这么说 他只是说了很多 唯一的道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其他的 你可以靠着得救 没有 就那么一条 你只有一个选择 如果你要相信他 要跟随他 你只有一个选择 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但是 这条路却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路 是 你眼未曾见 你耳未曾听的路 我们 全部的人 我邀请大家 就全部都闭上眼睛 我们想象 上帝就在你的面前 你不需要 发出声音来 让别人知道 你跟上帝 在说些什么 你自己 思考 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或许 你还在犹豫着 或许 你对神的信心 还不够 以至于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献上 没有关系 神都知道 你可以做的祷告 就是求神 加给你信心 求神帮助你 有这样的信心 把自己完全地献上 也或许 你已经愿意 把自己完全地献上 但有时候 你还是会退缩 还是会犹豫 还是想要 保留自己 想要的东西 没有关系 神也知道 但是 想一想 麦子的生命 求神 透过尼克的生命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 可以每时 每刻地 把自己完全地献上 给他 让他来使用 让他来改变 让他 把丰盛 把丰盛的生命 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向神 求神迹 这个神迹 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的 也可能是别人需要的 但是 让我们 回应神 我们花一点时间 在神面前 回应他 感谢观看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每个人的 心声 你都听到了 我们的信心状况如何 你也都清楚 我要向你求的就是 把信心 不断地加给我们 每一个人 以至于我们 可以走在这条 跟随你的路上 可以走得更坚定 主啊 你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你 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主 我相信 即使是我们做了这个 愿意 相信你的决定 都是出于你的 如果没有你 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我们自己 其实是喜欢 留在罪里 留在罪里 主啊 这是何等 美好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 回转 归向你 但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 信心程度不同 主啊 求你按着我们 所需要的信心 主 你不断地 加给我们 你说过 这不是一条异路 但是却是 美好的路 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 让我们 甘心乐意地 献上自己为活祭 是圣洁的 是你所喜悦的 因为我们 这样侍奉你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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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